今天这期视频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关于ACCA,ACA,SEMA 他们三个证书的区别以及一些在英国这边的职业规划 然后我自己呢是考完了ACCA 而且我最开始做的是房地产基金的基金会计 然后现在做的是Investment Controller 然后今天邀请到我旁边的这个Steven 他是在我附近的四大公司上班 然后邀请到他午休时间过来和我一起分享这一期的节目 那Steven你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Hello大家好我是Steven 我现在在四大做生计方面的工作 原来本科是在六五大学 后来也读了研究生 最后在英国很幸运在英国找到了工作 关于这一期话题呢就是特别有卦数 可能因为我三个都考了吧 略有涉链 所以也很荣幸今天被邀请和大家分享 对我觉得如果说这个话题的话 真的在我认识的人当中 我觉得你是最有资格来聊这个话题的 就是那你可不可以就是简单的说一下 你为什么就是这三个证书都考了 ACCA ACA和SEMA 因为好多人来说的话 可能别人考一个证书都已经挺艰难了 但你还要考三个 其实里面有很多巧合的事情 就是考ACCA是真的比较机缘巧合 因为当时我们的本科确实可以免掉九门考试 相信现在很多学校 就是accounting finance都可以做到这个 对我本科也是在阿尔兰读的 也是考完之后免掉了九课 所以当时我正好有一段时间的 就是假期的gap 我当时真的是没有事情做 所以因为我当时知道可以免掉九门 我觉得有点浪费 所以我就去考了 就是在那几个月里 反正没事 就把那后面我们考掉 先考掉吧 因为当时也收到了工作的author 所以想着可能对工作也有更有帮助吧 所以我才把它考掉 然后ACA的话 其实真的是公司要求的 因为公司这个ACA不像ACCA ACCA是大家学生报名就可以 ACA就是需要公司或者其他机构 sponsor 就是你一定要边工作边学对吧 现在也不能叫一定要边工作 因为你也可以注册为学生 但是他曾经是比较严格的说一定要有人 就是你一定要在公司工作这样 OK 对 然后这个是公司要求 然后因为曾经据我了解 英国这边西班牙员是认可ACCA的 但是在很久之前 但是后来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吧 现在他们就更多倾向于ACA 然后其实你在英国当地和local讲 如果你是charted account 他们其实更多的就认了ACA的 对在英国这边是 但是据我知道的话 就是你知道以前我在补课吗 好像我俩也是补课人似的 然后我之前给学生补课 然后我有一个学生是一个英国人 他就在四大在EY工作 然后他是ACA 他考不过 然后你知道四大好像有规定 就说ACA你考不过的话就会就不行 因为对他很多ACA就是如果同一门考试 你挂科两次的话 那公司会给你开除 但他当时是在EY 然后他们公司结果就给他了另一个选择 就说OK你现在ACA你考不过 就按照常理来说可能你要被开除 但是他们就把他转到了这个ACA program 所以他又继续在我这里跟我学习这个ACA 这个我觉得是个例吧 因为也可能是因为就是很久之前 因为在之前我确实知道四大还是有任这个ACA 但是后面慢慢的逐步的就是已经没有ACA了 现在在四大虽然不是说只有ACA 也可以考ICAS 就是北边就像苏格莱那边的一个会计证 它也是跟ACA类似相通的 但是其实已经没有ACA什么事情了 当然如果你是海外的 比如说你来自澳大利亚这样 你依然可以用ACA Qualified 然后在伦敦工作 就是但是如果你是直接从Graduate 加入这边四大的话 一般都是ACA 考ACA的 嗯 OK 然后另外说到SEMA的话 因为前面两个他们更偏向于financial accounting SEMA是真的更偏向于management accounting SEMA我当时是因为想要换一个方向 因为未来我可能想做更多 管理方面 对cost control这方面 所以我才有考虑SEMA 我是考了一下 就虽然SEMA还没有考完 就确实确实测重点不一样 但是至少你只剩最后一个level 对吧 对但测重点确实不一样 所以包括提琴设置包括整个架构还是不太一样 SEMA其实我也考过前面的 对 然后它好像SEMA都是computer based的吧 对 绝对在电脑上做 对 然后前面的那些部分说实话 我觉得没什么差别 就是跟ACA这些比较简单的 但像它这种后面的阶段 特别像这种stant 这个战略阶段 应该就是会有更大的不同 对 对 这里真的非常非常有点 而且像其他科目的话 像ACA和ACCA就是 每一门它都会有选择pi 有指红问答题 像SEMA的话 它每个level就是固定的那三门 虽然每一次都会更大的旺 但是它们大部分都是选择题 但是到最后呢 每一个level都会有一个case study 所以就是也很让人头疼 好吧 那如果就是你考过 你考了这三个证书之后 以你的经验之谈来说的话 就是你觉得如果要你重新选 只考一个的话 你会考哪一个 这个我觉得要分情况讲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在英国工作 或者说你已经拿到英国的offer 并且在accounting这一方面 我觉得可以考给CA 因为确实含金量更高一些 就我个人考试体验来讲也确实要难一些 尤其是最后那一个 特别最后一个level 特别综合 但是如果你是将来打算回国 如果你决定回国 那我建议你这些都不要先考 先去考CPA 如果想在这样的话 如果你只是说想拿一个证书 就比如说你在英国留学想先拿一个证书 我觉得考ACCA吧 因为ACCA在国内它marketing做得好 是相对更大一些 而且如果你去海外 比如澳大利亚 美国就是这些也都还是认可的 就是ACCA它在全球范围内的知名度更高一点 对但是你像英联邦国家的话 肯定这两个都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 至于CMA的话 我觉得完全是你的职业规划 因为国内我知道考CMA 一般都是已经公司 就是在财务馆做到总监 或者至少经理级别以上 他们才会去考CMA 如果你当然如果你学有余力 愿意去提前考一下的话 这当然不足够 对 比如说像你一样特别学有余力 没有没有 所以我觉得如果确定要回国的 先以CPA为主吧 如果留在这里的话 financial company推荐AC management company推荐CMA 因为像我在那个 如果你谷歌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在 还在那翻嘛 翻那个CMA jobs谷歌 然后出来很多工作就是 ACA4 ACC4 CMAQ5 对对对对 这好多工作 其实你也有这几个证书 其实是 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些证书 包括学历呢 都是你入职前一个敲门砖 就是可能在找工作上帮助到你一些 当然说就是证书这些在你工作以后 会比你学历更有用一些 因为你qualify 尤其在英国 qualify和不qualify 是完全不太一样的代理 直接就是工资上的差距 对对对对 然后你找工作的话 也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对 像你如果没有qualify的话 像这些的话 我觉得我不知道ACA ACA据说就是工资会更高一点 但是比如说ACCMA这种 你没有qualify的话 你工资可能就是二三十k 你qualify之后应该就是五六十k ACA呢就差不多是吧 对对对 它会有一个跨越吧 嗯对 当然还可能还是就是工作经验也更重要 所以我觉得也不用盲目的去考 如果你之后就是如果你对这一行并没有兴趣 你也不打算做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没有必要花太多的时间 对确实比较花时间 对对 那你就是觉得这三个真书在英国这边的职业规划是怎样的呢 嗯职业规划的话 因为英国它比较特别 嗯嗯 它四大招人的时候不会看你的背景 所以你在大学学什么没有关系 因为它你进入公司以后 公司都会给你提出相应的培训 嗯 会给你时间学习 然后让你去上课 让你去考试 嗯 所以就是这方面 所以最重要就是你要先找工作 所以如果你独演或者本课最后一年的话 我建议就是尽快开始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比如现在十月份的时候 就应该为明年工作做准备 现在已经要开始投简历啊 然后开始找工作这样 因为这个流程也比较长 然后你可能也会参加很多面试 或者说就是竞争也挺激烈的 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尽早开始 嗯 嗯 考证的话 当然除非你不想在这试 回国 那你可以考证 就是 比如说 学习的 就是完成自己学业的东西 然后考一考 可以这样 但是我觉得就是 好像很多人嘛 在申请工作的时候 也没有看就是哪个行业什么的 就觉得说我先找一个工作进去了再说 但是我工作了这么几年之后 我就发现嘛 你其实你第一次进的那个行业嘛 对你之后换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像我做这个 我之前做的基金会计嘛 就是找到我的这种工作 基本上那些猎头 都是给我这个基金会计工作 然后像有些人可能他就是在保险行业工作啊 这些 然后可能就是很多找他的就是保险行业的工作 对 这个因为就像做 包括做审计什么 它也下面也会有细分 细分 比如是做普通的比如说 industry corporate 就企业 一般的企业方面 也会有做银行啊 金融系统 也会有做保险的 它其实也有细分 所以也确实就是 你做比较专业的这个领域 今后会影响你的这个职业发展 对 但我觉得像你刚才说的那样 其实就是经验真的更重要 就是你以后要换工作什么的 就要看你的这些经验 比如说像我的话 那我最开始因为考的ACCA嘛 然后进来就当顺理成章的做这个会计 基金会计 然后我是怎么换到这个invest control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大的部门里面公司 里面不是还有其他小组啊这些 然后你就通过和别的小组就这种聊天 我就恰好就和我现在的经理嘛 当时我就还挺喜欢和他聊天的 就偶尔碰到都会和他聊一下 就是互相印象还不错 所以当时他们后来就是有一个空缺 然后他就把我要过去了 对 networking在这边也很重要 就是虽然我觉得如果作为毕业生的话 你可能跟东西networking也比较困难一些 就是要直接找你 但是一旦你进入公司以后 就像networking就非常有趣 包括你后面画的工作什么 对 对 对 那你觉得就是C码在这边的职业规划是怎样的呢 因为你前面也考了 就你肯定有去了解 就是考出来之后 比如说像你这样 你又qualify了 因为四大干了 怎么写你啊 然后你比如说如果再考一个SEMA 就他可以给你的这个职业规划道路 就是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就是你可以去干什么样的行业职 控制的东西更多一些 像我们公司它很多这种咨询方面 就比如说做management consulting 都是要求你考SEMA 还有一些team就是做这种 像accounting方面的modeling 它也会需要你考SEMA 因为SEMA的东西就是更多的偏向于公司运营内部的时候 你如何来控制整个什么运营成本啊 包括这个战略方面 它涉及的东西是更多偏向这个 像ACA和ACA的话偏向就是更多的是reporting 就是你如何做这个账 如何在这个就是financial consulting的方面来看这个 所以就是方向上是不一样的 对于我来讲的话 目前其实我还没有看到有多少帮助 也许也许以后会有吧 那你还继续把想把这个strategic level的这个SEMA考完吗 就是目前暂时不考完 因为我想现在的话 我会想要说看一下自己今后就是换工作或者怎样 会去哪个方向在决定你还考不考 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没有之前那么盲目吧 会多考虑一下在决定你还是不是还继续 好的行 那我们就这计划里先到这里 感谢